大家好,我是三喵先生 一个有温度的学渣 最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战事进展的非常不顺 虽然他们的装备非常强大 有这个 但是他们的军队在战场上却是屡遭打击 当然了,乌克兰能做到这一步 也是因为有各种先进武器的投入 这其中不得不提的 就是土耳其支援的 这个,当然不是这个了 我想说的是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神出鬼没 可以去提供俄罗斯各种坦克部队的精确坐标 去指引炮火支援 不但如此 他们这无人机还能挂载炸弹 对俄国部队进行空袭 甚至还干掉了俄国先进的防空导弹发射车 出尽了风头 实际上这无人机在乌克兰这样的表现 也是有先例的 无人机技术在军事上应用 已经有几十年了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这无人机在军事上应用这历史 人们最早的无人机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会儿就有了 那会儿的人们通过无线电遥控技术 让一个没有驾驶员的飞机可以飞很远 而且能够通过无线电遥控各种拐弯 不过那会儿那无人机特别原始 干嘛用呢 当这靶子当靶机去用 到了冷战 这个时候我们说铁幕降下 美国人特别想去知道铁幕那边到底有什么 对吧 你如果出动这有人侦察机 风险太大 一旦被击落 你这政治上你这很不好说 对吧 美国的U2侦察机被击落之后 那个风波咱就不用提了 这个时候美国人就想起来了 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些无线电遥控的把机 把它改装改装 变成无人机 让它沿着这既定的航线飞行 去搜集情报 执行侦察任务 这20世纪六七十年代 美国大量的改装了这种侦察用无人机火风 咱们国家也击落了好几下 到现在还摆在军伯那展览呢 对吧 这美国用无人机 用的这么普遍 这以色列就来了兴趣 这以色列这个国家我们知道 四面全是强敌 每一次战争都是生死存亡 而且啊 他们这国家 飞行员跟有人驾驶这战斗机 特别金贵 损耗不起啊 七十年代末 以色列北边的邻居啊 叙利亚 赤巨子几十亿美元啊 引进苏联的这萨姆6防空系统 打造成了号称 铜墙铁壁的一整个防空体系 以此啊 去向以色列施压 这以色列啊 面对这样的局面 他们的反制措施 是大力发展这国内的无人机 这1982年6月啊 以色列跟叙利亚之间 终于爆发了这贝卡古地之战 在这次战斗当中啊 以色列率先出动的是 他们的猛犬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在空中盘旋之后啊 这叙利亚防空导弹阵地啊 嗖嗖嗖 朝这些无人机射导弹 这不但啊 把自己的珍贵的弹药啊 这导弹可不像这子弹似的 这打光还能补充很多 这打了就没了 不但消耗了叙利亚的导弹啊 而且还诱使叙利亚的雷达开机 这一下啊 以色列后面 后着这有人驾驶战斗机 可逮中标发射导弹过去 仅仅六分钟过去啊 这叙利亚花费几年巨资 打造的这素质防空体系 瞬间土崩瓦解 所以啊 这无人机啊 第一次在战争中这么亮相 就取得了特别吓人的这战机 二十年过去啊 无人机又进化 2001年 美国在阿富汗 打响反恐战争 像什么激励组织 卡利班 他们这些头目啊 就纷纷躲了起来 跟美国人啊 玩游击战 这美国人啊 你说要派地面部队去倾脚吧 那边老早就得到情报 等部队开过去 早就没影了 你说要派飞机去轰炸 那也不行 我们知道这传统飞机啊 就在天上待的时间挺短的 而且噪声还特别大 你这恐怖分子 他们一听到这飞机响 你别的不说 我找一地方一躲 我忍一忍几个小时过去 你这美国人还没辙 对吧 但是美国人那个时候 已经有无人机了 那这玩意儿啊 能在天上动不动就盘旋 二十几个小时 甚至四十几个小时 而且啊 悄无声息 那底下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他人来了 而且啊 恐怖分子就算是发现了 有无人机 那也没关系 我慢慢耗你嘛 反正我几十个小时的 这种滞空呢 我慢慢耗你 逮的机会 给你致命一击 那就是了 这2001年11月啊 这线人来报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附近的 一条公路上 有一车队啊 这车队里啊 坐着当时的激励组织 这二号人物啊 这穆罕默德阿提夫 那么这条情报啊 特别快的被传到 美国本土的这无人机 控制中心里面啊 随后啊 一架无人机 捕食者无人机 悄然而至跟踪这个车队 他的这高分辨摄像机啊 就对着这车队 不但持续跟踪 而且啊 能够精确的分辨 这乘车人的脸部特征啊 并把这些数据 又给传回美国 这中情局大老一看啊 没错 就是这目标了 于是啊 对这无人机的操作者 下达了击杀指令 这无人机的操作者呢 等这车队停靠在啊 一个建筑门前啊 然后按下按钮 向这建筑 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 这轰隆一声巨响啊 整个建筑被炸掉半边 这还没完呢 七个人从废墟里夺罗而跑啊 进了另外一建筑 那这操作员又发了一枚地狱火 给补了一刀 结果啊 另外一门 另外一个建筑也被炸成了废墟 当场就没有人再活下来 当然这阿提夫 也是命丧当场啊 这就是无人机 历史上第一次的这斩首行动 由此啊 反恐战争 拉开了新的序幕 美国这么搞啊 这以色列也是有样悬样 我们说进入21世纪之后啊 以色列最大的军事威胁 已经不是周边的几个阿拉伯强国了 那是在加沙的那几个恐怖组织 你像什么哈马斯 什么卡桑旅这类的 他们那恐怖组织头目啊 平时就藏在加沙密集的居民区里面 你就算以色列特工 我知道了他的行作 但是他们就在居民区里面 你能拿看怎么办 你派飞机轰炸吗 你一个重磅炸弹下去把楼炸平了 好吧 你这样一下附带伤害可就太大了 而且呀 这些恐怖分子啊 马上就学会了一个坏招 什么呢 当知道以色列派飞机过来的时候啊 他会命令周围的这些妇女儿童 你都过站在楼上对着飞机挥手 那这个时候摆在以色列这飞机面前 你打还是不打吧 你要是打的话啊 这妇女儿童肯定就没了 你这个舆论压力太坏 你要是不打好 你这恐怖分子得以再次逃脱 所以啊 这对以色列来说就是一两难问题 而且啊 在无人机出现之前 那这个两难问题是无解的 这有了无人机啊 以色列就有了反恐利器 咱们刚才说过啊 这无人机在高空盘旋的时候是没有声音 底线很难察觉 而且啊为了避免误伤啊 以色列给这无人机专门开发了一种小当量的这种炸弹 这种炸弹啊 我能够精确的炸掉公寓的一个房间 而没有别的这附加伤害 这有了这个 以色列就可以放开手脚了 这2014年的时候啊 这恐怖组织卡桑旅又一次朝着这以色列去发射火箭的那这一次呢 以色列啊 用无人机斩首行动啊 予以反击 他们早就在加沙地带部署了大量的线人 这些线人平常没什么动作 关键的时候啊 会透露出这些恐怖分子的行踪 这没过两天啊 线人报道 说什么呢 卡桑旅的两名高级指挥官 沙玛拉 阿塔尔啊 他们两个要在一小公寓楼里开会 哎呦 这两位啊 可是惯犯 从这20世纪90年代啊 一直到2014年 他们啊 抢劫人质 什么说 劫势人质 汽车炸弹 无恶不作 以色列是 拿他们特别头疼 这次终于逮着一机会 很快啊 一架无人机悄然飞到这公寓上空啊 然后这公寓附近的线人 最后确认一次 没错 就是他俩已经进公寓楼开会了 然后这无人机操作员 按下按钮 一颗导弹过去啊 然后精确的 把他俩开会的那间屋子给炸没了 当然这俩也就去见了真主 是吧 可能从这个发现他俩 一直到炸弹爆炸 也就是10分钟 可能这两位连这热咖啡都没赶上喝啊 就就真的去见金真主安拉去了啊 以色列啊 用无人机这种定点清除技术啊 玩的是炉火纯青 这美国啊 也不甘人厚啊 而且啊 他们定点清除这人物啊 名头更想 这其中啊 最著名的就是伊朗将军苏莱曼尼 这位将军啊 同中东很多的恐怖组织啊 都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这关系 这2020年1月 这苏将军啊 又一次出国指导工作去啊 那去让穿着伊拉克的这恐怖组织啊 去在美国家事馆做点啥 那苏莱曼尼啊 这次出行特别低调 那严加防范 怎么着 手机我都换了三个 而且啊 他从叙利亚大马士革到伊拉克巴格达 这一个航班是凌晨抵达巴格达国际机场的 这悄悄的进村 有专人接了就走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人想用无人机去斩首啊 特别困难 为啥呢 这巴格达离美国最近的科威特的无人机机历啊 直线距离500公里啊 这无人机赶到现场最快的速度飞 一个小时 等赶到那儿啊 这菜不都凉了不是吗 还好啊 美国人 他在这苏莱曼尼的保镖里面啊 买通了一个内线啊 这位保镖 把苏莱曼尼这行踪啊 透露给了美国军方 所以啊 就在苏莱曼尼在大马士革上飞机那会儿啊 美国这无人机已经从科威特起飞了 跟苏莱曼尼这飞机前后脚 就赶到了巴格达国际机场 这苏莱曼尼下飞机之后啊 就无人机已经偷偷的在天上 把他给锁定了 他呀 在机场啊 还没有马上走 逗留了一个多小时 然后才跟他的这伊拉克的这些随所啊 走上两辆特别不起眼的丰田越野车 以为啊 这事儿做的天衣无缝 可是呢 这美国的线人何止苏莱曼尼他自己的保镖呢 伊拉克那边他也有美国的线人 几个线人反复核对 好 苏莱曼尼上车了 这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对无人机操作的时候下达了这击杀令啊 这不能在机场干事啊 对不对 等这两辆车啊 驶入荒芜人间的郊外啊 这无人机就发射导弹啊 这导弹还不带炸药 它是那种击中目标之后弹开六片刀片 用这种惯性动能杀人的这种忍者导弹 第一枚忍者导弹 把这第一辆车给击中了 第二辆第二辆车见势不好 赶紧加速 或躲过了第二枚导弹 但是这事儿没完 马上第三枚导弹过来 就把这第二辆车交代了 这苏莱曼尼将军啊 天可连接被切成了四块 当场毕命 这后来啊 人们是通过这 他这一块尸首上 有一个手 上面有一红戒指 就这么确定了他这身份 这以色列跟美国啊 他们这无人机斩首啊 彻底改写了反恐战争的剧本 从此之后啊 这千里之外取上将人头 再也不是神话了 那与此同时呢 这些恐怖分子啊 也天天战战兢兢的 为什么呢 我得提防 举头三尺无人机 对吧 无人机本是这么大啊 这技能侦察还能发导弹啊 弹内都是高科技的玩法 对穷人来说啊 最现实的是什么呢 我拿这无人机带着炸弹啊 去进行这种自杀式的袭击 早年哈马斯就曾经做过这种无人机啊 去袭击以色列 到后来呢 这胡塞野门武装 用这种无人机去袭击过阿拉伯的储油罐 造成了特别惨重损失 一度导致国际油价上涨啊 那么再过几年 这种自杀无人机参与的最著名的战争啊 就是亚美尼亚跟阿塞白疆的这纳卡冲突 双方都出动了这种自杀无人机 摧毁了对方相当多的高价值军事目标 眼看着这自杀无人机啊 这成本低还好使啊 这美国人也坐不住 就开发他们自己这自杀无人机 这也就是传说中的堂皇刀 你这玩意儿啊 制空时间40分钟 对吧 极限航程90公里 发现目标之后啊 一个猛子扎过去 跟这目标同归一尽啊 而且量大管用 前几年在阿富汗美国打破4000多枚 这样的堂皇刀无人机 前几天美国总统拜登 批准的对乌克兰的新一轮军售案当中 就有这种堂皇刀无人机啊 这东西啊 已经运抵乌克兰了 而且啊 你看这样子啊 俄国现在还没撤军那意思啊 所以啊 他们啊 在这堂皇刀的威胁下 这日子啊 可能就真的更难过了 所以啊 无人机这几十年 在战争当中的表现啊 已经刷新了人们 对于整个战争的认知啊 在电子产业的加持下 他参加各种战争 特别是这种不对称战争啊 政治风险跟成本都特别低 我们说 这次俄国入侵乌克兰啊 虽然从表面上看 俄国军事是绝对有势 但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 乌克兰是拿北约的物质力量 跟技术在对抗俄罗斯 这其实是另外一个维度上 单向度的不对称战争 那么无人机啊 在这次战争中 大放异彩 这也就不意外了 好 关于这无人机啊 几十年来在战场中的表现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我是三明耀先生 一个有温度的学者 在战场中的表现